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2月10号这一天 美岛杂志他们在高雄举办了一场纪念世界人权日的游行演讲 有群众募集当天一大早来自其他县市的保警镇报车 一辆辆开进了高雄市 空气中飘散着诡异肃杀的气氛 谣传这是一个已经布好的陷阱 准备要将党外人士一网打尽 首先我们来回顾这一起在台湾民主进程上非常重要的美丽党事件 像枪比一两个人那是很简单的事情 他要受益 军发局就会这样判 他没有这样 他就还没管他一直就推啊 就这样推 推了就晃晃 那个沙发就这样 他推过来当然再倒过去 所以我说你再推 你哪在那放的炸弹啊 他真的不敢推 不敢推了 警医友就发现整个他们家的楼下 全部都被包围 他们抓起来 警医友说我是警医友 他们就抓起来 那个时候是早上五点钟 十二月十三号早上 又吓得毛毛续雨啊 不容易看清 刚好就是这样我一寻前一看 市民都在 我正看到了 他正在印象汉塵 他他正在跳黄火箱 那我当时赶快很激烈 看他这样我就感觉 显然特别没有看到他 所以我赶快脸就撇开了 后来他们就说 我们彼此尊重 他第一个拿出搜索证给我们看 上面就检察官说涉嫌判了 我看到你几倍发亮 他说如果不是判断 是谁想要讲 你我这样的事情是什么事情 我应该没有准备 我都说说 严重的交通事故 结果 奖金给我又是一烂 旁边坐着讲言是 准备要跟我拼命的意思 他有杀鸡减后的意思 他希望借着这件事件 来把这些人 然后还到钱到里面去 那国民党又可以太平 十年八年 旧势力 国民党的旧势力 面对着台湾人民的新势力 最后一定会碰撞 没有在高雄发生 变成了高雄世界 也没有在台中发生 什么台中世界 这是无法避免的 黄信介到我家 黄信介就告诉我 赵金皇在那 然后就告诉我说 我们应该办一个杂志 我马上脑筋一动 我念念不忘就叫成一个 没有党名的党党 1979年5月 黄信介向台北市政府新闻局 申请创办杂志 黄信介认为要办一份 党外的杂志 必须靠他立法委员的身份 当作掩护 最初提出来的这个名称 叫台湾政论 新闻局就不冤意 他说你们是政论 难道我们是外论吗 所以你们就是政论 所以不可以 而且台政府也不可以 有一天 他们在我家吃饭 然后他一天查在这说 为什么会叫 POMOSA 美丽达 他就来福利 我就试试看 我回来我就叫助理 就把它给美丽达杂志 送到台北市政府 他说好 就像观光杂志 没有那么政治性荣耗就准了 1979年8月16号 美丽达杂志创刊号 发行大约10万册 第二期卖了9万册 第三期大约11万册 第四期则是冲高到了14万册 是台湾史上单期发行量 最多的政论性杂志 这些人 买了本来杂志的 那个小贪贪 今天要吃喝 中午他就再来等 拿了现款再来 杂志以小 根本就会怕 第四期本来是黑色的封面 前面的颜色是 第一个是红的 第二个是绿的 草绿色的 第三个是黄的 那么第四个本来那个美工 他要做的是黑底的 然后加一些亮丽的颜色在前面 就是他说 这跟Time Magazine一样 那这个当时黄欣姐看到说 这个不行 这个不吉利 那把它送回印刷厂 把它印成蓝色 可反而就是 刚才是最委屈 全台有十几个博物厨 这个博物厨并做董博 并做国管制的 管制董博 要形成一个不当命的董 它实在有政党的事件 政党的失职 政党的事件 郭元总不知道论想说 你董后运动 申请这种政党的事件 不知道论想 这挑战它的通平 言论越刺激 这边是效应 越增高 但是也都越自己 借面的划向 越接近死亡点 果然危险一步一步接近 美丽岛未在各地的服务处 不断传出遭到黑道粪子 骚扰的大杂事件 弥漫一股山羽 越来丰满楼的肃杀气氛 丰满楼的肥杀气氛 总的遭到黑道统花 有很多事件 既然偏不通过 要算我们的路 跟我们在公共 我们都 Debatte 选择 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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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9年12月10日这一天是国际人权纪念日 北岛杂志决定要在高雄举办演讲会 申请遭到了警方的驳回 早在预料之中并无意外 意外的是军警这一回动作之大前所未见 高雄地区戒业司令部发布消息 原定12月20日开始实施的东林宵禁演习 提早到12月10日 当天一大早原从外地感染的支援部队 包括了保警 宪兵 镇报部队等等 都已经到达集结地点待命 光是在高雄市立德棒球场 就停了24部的镇报车 他们大家说奇怪那是在冲车 这么多啊 台湾小孩很烦地看到那张镇报车嘛 OK 那就是一个见证说原来就未报就要先证了 它就先塞到车去那里了 对吗 如果我之前没有看过去那张镇报车 我那张镇报车总共没有 因为那张镇车给了两百块 那后我记录了 探照的东西 这个气氛 京丁 超山 都像做电动 都像做电动那种感觉 那不是一个招待 那不是要有正点的 本来 我们只是在纪念世界人群 台湾第一次纪念 纪念 地梁 这个已经关系了 我们也只不过是扮演演讲 然后演讲的话 那就酸了 就解散了 所以当时我跟他们军方谈判 说一动不如一军 不能动 你动而已就发生错误了 12月10号入夜之前 双方或者透过了中间人穿梭 或者直接当面沟通谈判 始终无法达成共识 因为我那时候被减刑出来 五年之内如果判刑两个友情 我就要恢复无几条件 我是急着脑袋带走的 晚间六点多 游行队伍点燃了火把正式出发 走到了大圆环开始演讲 镇报部队展开了镇报队形 将圆环团团包围住 突然间现场的镇报车冒出了白烟 有人大喊放瓦斯了 快走快走 我像那个高射袍的飞翁 飞翁的飞翁的飞翁 交着交织 三边 等了等了 杨青处跳上了指挥车 带着大家冲出了圆环 但是举目所及每个方向 都有重兵部署 要把群众带去哪里 有人在判刑 人群中混杂着一些身份不明的平头男子 他们带头汗中汗打 做事拿火把往仙兵的脸上戳 双方都有人挂槽受伤 龜兮中了 我 Źcr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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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话 前住的音量 大喊 以前还没有信号 不信号 网友 那那个的蓝巴 小喊 他到了台北 到了台北 他到了警察 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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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就完了 尾修蓮拿著麥克風高喊 台灣人不要打台灣人 但情況已經完全失控 當然 中華總統他到他就一直說 晚上我們勝利了 我們贏了 大家就死掉了 贏了 勝利了 就是要讓觀眾 他願意很改 他就怎麼樣了 死掉了 但是觀眾又不死掉了 還不死掉了 沒有了 那當觀眾的情勢和憲戀都起來 都起來不怕已經 當遊戲隊伍回到了服務處 演講車已經被數萬人給包圍 群情激憤 南警部司令長持久堅持 只要活動不緊散 鎮暴部隊就不撤離 晚間10點多 軍方現場最後廣播 下達了最後通局 再不撤離即將攀射 催淚瓦斯 然後再逃... 逃南風 他們在南邊 烏法邊衝來 鎮瓦斯又放出來 從我們背後回去找到 這個人 首先抓到 每個人都撤離 到最後就放 到最後就放 鎮瓦斯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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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鎮瓦斯堂 鎮瓦斯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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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11號凌晨 台南大飯店一間客房 燈火通明 氣氛凌重 有人擔心事情鬧大了 國民黨恐怕會抓緣 不過姚家文還是很樂觀地認為 國民黨沒有理由抓緣 他跟郭文說 國民黨不敢抓 他說絕對抓 他跟郭文說 他現在抓了 stir不肌 危險發發 這樣無人是誰 判路的 判路的 三十勢 英革發金 我這樣就贏勞了 沒關係 我一直喊人 但是你們用意法 來論法 意法論法 沒有什麼 你根本就是 無人是誰 這樣 國民黨就是被判人 抓住了 判人 12月10日 少數都不犯奮 在高雄市美丽岛杂志社服务处 不发集会煽动群众发生暴行 美丽岛事件发生当天 国民党在阳明山上召开了私工全会 隔天保守派在会中声势强大 强烈谴责高雄事件的自私分子 这个事件的处理 不只是影响到我们国内的安定 恐怕对我们在国际上的关灾 已经做成最大的伤害 很多人发言都要求要延办 蒋经国最后说 你们大家讲的我都有在听 我自己会做出一个判断 加入台湾启示录的会员 每周独享频道的特别戏话 和我一块翻阅记者秘密档案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我是欧美祥 1979年12月10号 当天晚上在高雄发生了警民冲突 官方宣称有100多位的陷阱人员 遭到了攻击而受伤 电视新闻不断地播放民众到医院 献花慰问的画面 记者在街头访问民众 营造出全民一致谴责暴力的气氛 把当天晚上参与游行演讲的群众 视为破坏国家安定的暴乱分子 这是动手抓人前 酝酿一种人人节约可杀的集体氛围 当年美丽岛杂志社 高雄服务处的主任杨青处他说 半不半人都在当权者的一面之间 如果后来没有进一步的大逮捕 美丽岛事件也不会要上历史的舞台 继续我们就来看 当年这场铺天盖地的全岛大逮捕 1979年12月13号的这天清晨 退务人员同步了分批逮人 全台湾一共逮捕了152个人 其中被警备总部形容成是 高雄事件罪魁祸首的施明德 他逃了26天 悬赏的奖金从50万一路跳到了500万 在机场在港口布下了天罗地网 大街小巷通通都是施明德的通缉照片 在逃亡期间张文英甚至还为施明德 做了整容手术 结果隔天就被逮 电视新闻第一时间插播报道 马路上面鞭炮声此起彼落 记者以非常兴奋的口吻报道 叛国贼终于落网 大快人心 天网上 9千万重 4千万一 5千万一 2千万一 2千万一 3千万一 3千万一 如果兴奋的 4千万一 2千万一 4千万一 4千万一 你既然不知道就是大隻人 大代步嘛 要全線做成功 他們這一批偏級分手 不但不能夠領悟體念 總統和政府當局的寬厚和苦心 反而誤認為政府有所顧慮 他們有群眾的基礎 所以政府拿它沒有辦法 我們要知道 我們目前的富足安定的生活 是奪來不易 所以我們不容許這些少數的偏級分手 來破壞我們目前的生活 12月13號美島事件發生後的第三天 全台灣展開了大代步 外面的那個特務 他們有心理破綻 大概整天晚上就是 沒有多久就是開了一個車門 關了一個車門 開了一個車門 關了一個車門 你覺得真的很 真的你可以不影響睡嗎 反正就是他跟你講 我們就在這裡等你了 感覺上才剛剛睡著 陳姐那個那個 市面子在隔壁 反正來來來 趕快就敲門進來 居然趕快起來 他來了要抓要抓人 這樣 那我一起來 我說要抓人 我都反應 第一個反應就是說 要抓了 無處可逃嘛 事情發生本來就要面對 所以我的反應是這樣 所以我就趕快衝到洗手間去 趕快梳個頭 把衣服穿好 我就要面對 同一個時間是B2 那我那個地方有那個大 那個藻屑比較大 下面的那一種上面 我那個時候手洗兩 艾琳達一直漏月在打電話 打到一個電話斷鍵 他就知道可能危機來了 所以他在跟市民者 在組他的馬其諾防線 所以馬其諾防線就是說 唯一的那個公寓門那裡 他就把家裡那個 所有的沙發堵在前面 他說他就好不容易 就推啊 他就這樣推 後來就晃晃 那個那個沙發就這樣晃 他推過來 當然再倒進去 所以我說你再推 阿琳達在那裡放著炸彈了 他真的不敢推 不敢推了 施敏德這一下虎 替自己爭取到了 短暫的逃命空檔 他走到了廚房 推開了沙門 從三樓縱身一跳 跳到了一排 樂室宿舍的屋頂 因為我在屋頂上 直直前進 所以手就刮流血 斷斷 但現在還手麻麻 他們一定想 我還在裡面 第二 如果我想來的話 跑出來的話 一定夾到尾巴跑掉了 覺得不敢朝他們的方向走 那我就故意靠著這方向走 後面的燈光 然後我就走走走 到底是女友就發現 整個他們家的龍蝦 全部都被包圍 他們抓起來 女友說我是女友 他們就抓起來 然後那是雙胞胎跑出來 然後阿嬤也在 整個客廳亂成一團 他第一個拿出搜索證給我看 上面就檢察官說涉嫌判了 我看到那雞被發亮 我自己學刑法的 怎麼沒有想到說 我自己會患上判亂罪 依據搜證所顧知的事實 領導這一次 養成不幸事件的陰謀暴力分子 除了蘇明德再逃以外 其餘的已緊召喚 除了抓人 包括了媒體雜誌總社 以及全台灣11個服務處 都被搜索 現場所有的雜誌書籍被查扣 外頭的貼卷們 貼上了警備走路的方向 過去維定書籍 是新的軍事委員官 跟總三文化大 有一個團員的一切封集 以及美麗島雜誌 和終日發揮過程 代表 一定由美麗島 聽一12347雜誌 和終時代665 各方大方的恐怖 有十張 中間疑問中 準備準備的確率 13號清晨一共逮捕了 高雄事件為首分子14人 美麗島雜誌發行人 黃新潔因為是立法委員 必須經過立法院的同意 才能夠逮捕 所以拖了一天 14號上午9點鐘 立法院開會 全體與會委員 無異議一致通過 逮捕房信件 同時間電視新聞 不斷播出事發當天晚上 警察憲兵打不還手 罵不還口的畫面 以及受傷軍警 在醫院接受慰問的片段 刻意凸顯高雄事件 是一起暴亂事件 務必將再逃的叛國賊 所以施明德神之以法 海邊封城 海防 飛機場 然後大街小巷貼來我的相片 施明德回應那是一種 人人節約可殺的氣氛 懸賞獎金從50萬 累積到了最後的500萬 認為他是一個暴力分子 他會武功 他家裡有很多武器 所以我們之前這個東西 又不准進樓 又要把人抓到 又不發生意外 很緊張 其實我們少去動動腦筋以後 把他們面開了以後 進去抓他的時候 他什麼反抗也沒有 換言之間 換言之間是什麼東西呢 我講這話的目的好 所謂內線情報 都是假的 我把我宣傳成 江陽大道 十二不赦 誰的老師叫學生 那怎麼抓 我一下課 我們就到了房宮洞 約了同學去找 抓施明德 那時候的報紙翻開了 就很好笑 一下子我在彰化 一下子我在台中 一下子我在台南 一下子我在台東 一下子又跑來跑去 其實我根本沒有離開台北 我一步都沒有離開台北 所以最安全的地方 最危險的地方 其實真的是最安全的 1980年1月7號傍晚 張文英到了施明德 位在台北市西門町 漢口街的藏理處 為他進行整容手術 張文英是啞醫 整形並不是他的專業 手術前他對施明德說 他怕麻醉不量手術會失敗 施明德笑笑地跟他說 如果手術死掉了 就把他火化掉 讓國民黨永遠找不到他 他竟然把我下巴 用到硬的 把我塞了進去 再一個 把我塞成那種扣道的樣子 結果沒想到 傷口都還沒好 隔天一大早 調查局人員 就找上了 我進來著 沒退下 我聽 天氣很癢 我穿了衛生 我笑一笑的時候 怎麼這個時候才來呢 調查局又把我 第二天當下就把我下巴 拿掉一塊 連著兩天 施明德的下巴挨了兩次刀 這張裹著紗布 露出詭異笑容的大頭照片 成了當天電視新聞的大好外 馬路上有人放鞭炮 清除施明德過往 核電報警全版報導 治安人員根據密報 聯合行動順利逮捕 市民奔鄉走道 施明德被抓到了 大快人心 人人叫喉叫絕 那個時候 我們國民黨是 所以用這嚴厲的軍法 一個懲治判難自治條例 來處理這些事情 他有殺雞精神的意思 他希望藉著這些事件 來把這些人 還到現在裡面去 那國民黨又可以 泰銘的十年八年 歡迎回到節目現場 我是專門祥 美鳥事件大太鼓的消息 傳到了海外 震驚了國際社會 施明德當年的妻子 艾琳達在遭到驅逐出境之後 他在美國四處演說 告訴大家 當天晚上在高雄市 發生了什麼樣的事情 作家陳若曦 他帶著一封海外學者的 連數信 飛回了台灣面見 蔣經國 他強調遭到逮捕的 這一群人 絕對不是叛亂犯 希望總統手下留情 蔣經國則是承諾 審判的過程將會公開 這是中華民國史上 霍天荒第一次公開的軍閥審判 在法庭內外 擠滿了旁聽的民眾 還有中外的媒體 八名判亂被告 在庭上慷慨陳述 令人動靈 或許不敢講 或許不敢說的 包括解除黨禁報禁 解散萬年國會 等等的訴求 在隔天各大報紙 一字不漏的全版刊登 施明德他在最後 陳述的前一個晚上 知道了林英雄家裡頭 發生的滅門血案 隔天施明德在庭上 收起了過去 消耗法庭的輕鬆的態度 他向所有 因為美利島事件 受到傷害的同胞致歉 他懇求法官判他死刑 他說如果這樣子 可以消滅仇恨的話 現場不斷傳來無異的唾起聲 我們繼續來看 這一場美利島的 世紀大審判 他的基本策略就是說 把你眼睛拿掉 手錶拿掉 男生馬上剃頭 然後讓我們傳球衣 第一個就是要把你的身份 認同通通剝削掉 然後他會問我說 你怎麼樣 你拿個學校畢業 然後你就罩講 抬到什麼了不起 怕我有什麼了不起 就拼命給你糟蹋 侮辱 讓讓你最後全部摧毀掉 你最後不是你自己 我今天抓進去的時候 他們詢問了 那些特務醒目 然後就還有演戲啊 還有人哭啊 那個詢問的人哭啊 說我們已經看了 現在形勢大好 我們已經看了 就要反攻大陸了 我們說中國那邊 一樣內亂 我們就要 我們就要完成 國民革命的任務 你們這些人啊 你們這些黨外的 跟台獨 海外的台獨 跟工匪掛鉤 破壞我們的人 然後我就在那裡哭啊 我就站起來 我就在那裡渡航部 他反而弄個了 高雄事件大逮捕消息 傳到了海外 引起國際人權團體組織 高度的關注 施明德當年的妻子 艾琳達 在12月15號 遭到驅逐出境 她到了美國之後 四處的演說 尋求國際救援 艾琳達那時候 讓她掛出來 掛出來 艾琳達在美國 一直洗 一直化 香港 日本 艾琳達一直去 找人權團體 去化這個 美的樂事件 是有惡努嘛 國際人權團體 都看 看中國人 一百萬 俗稱的二條一 叛亂罪是唯一死刑 當年海外 很多人擔心高雄事件 恐怕會演變成 另外一次的二二八事件 許多的學者教授 想透過管道 帶封信給蔣經國 最後想到了作家 陳若曦 1980年1月7號 陳若曦 飛抵了台灣 進了總統府 她建了蔣經國 陳若曦說 高雄事件不是叛亂 如果你堅持它是暴動 那也是因為你先鎮壓 它才暴動 希望總統手下留情 不要軍閥審判 他說如果不是叛亂事件 陳小姐 你以為這樣的事情 是什麼事情 我又沒有準備 我就說是 嚴重的交通事故 結果 蔣經國又是一樂 那個旁邊坐著講演 是 準備要跟我拚命的樣子 沈君山先生也被 蔣經國找去了 那個 陳若曦也去 從美國會來拜託 你不可以殺這個 然後宜季忠先生 事後也跟我講 他說他本來想 這個人我以前不認識他 但是我看他在法庭上的表現 法庭上所談的內容 我才知道這個人 跟我以前所想像的不一樣 總統先生很健談 所以我們可以說是無所不談 他很關懷國外的學者 他也很關懷島上發生的事情 蔣經國第二次接見陳若曦的時候提到 他很重視這封連續信 他會慎重的處理 只要有一個冤枉 他就不能夠安心 同時蔣經國也保證 審判一定會公平公開 結果我就跟司機聊天 我說美麗島事件要安裝 不難說不難說 不難說不難說 我說所以你知道 大家很恐怖的 我說這都認為是第二次奧爾巴事件 他跑到高雄去 他要求坐計程車 把那個保安人員都嚇壞了 所以想想這個 這個經國先生 他努力要求要求真相 這個我覺得是很難得的 像槍比兩個人 那是很簡單的事情 他要受益 軍法局就會這樣判了 他沒有這樣 1980年2月19號 軍事檢察官印號的起訴書 將黃信介、施明德、姚家文、張俊宏 林義雄、呂秀蓮、陳菊、林洪軒等8人 以涉嫌叛亂起訴 移送了軍事法庭審理 宣布起訴之後即將公開審判 被告家屬可以在7天之內聘請律師 而事實上包括尤卿、謝長廷、蘇貞昌 在內的15位的律師委任莊 早就已經蓋好章在等著了 其中年紀最輕的律師 是當年29歲的陳水扁 1980年3月18號 高雄事件在警美軍坊處 展開世紀大審判 蔣經國破天荒地下令 全程公開審理 開放民眾現場合聽 法庭內外人山人海 8名叛亂犯被告 在中外媒體聚焦之下 一個個誤入了法庭 什麼都插在口袋裡 傲笑好看 沒有一個真正的掌權者 同志者會願意殺一個人 他會變成烈士 每一條世界的種子 如果我貪生、踏死、求饒 我覺得死了 蔣經國殺我就像殺一條狗 結果我這樣的態度 他反而不敢動 在法庭上講的話呢 是在雜誌沒有辦法講的 全部在法庭上都講了 而且報紙 聯合報、中國時報、秩序地方報 一個版本、兩個版本 都送到家庭裡頭 1980年3月28號最後陳述 施明德他收起了笑臉 他在前一天晚上知道 林英雄家裡發生了滅門血案 施明德他向庭上深深的一舉功 他說他要向因為美麗島事件 受傷的同胞們 以及那些怨恨過他的反對者 致上他的歉意 我知道你們在恨我 如果我的死可以來 特性國家的團結 耐力的仇恨的化解的話 我願意 我願意 然後我想我請求 法庭判我出去 整個法庭都在哭 檢察官也哭 法官也在試論 背負律師也哭 後面的那個記者 整個法庭都在哭 審判長在聽完施明德的 最後陳述之後說 剛才是施明德的肺腑之言吧 庭上的壓力很重 要對被告負責 並對公訴人負責 還要對全國同胞負責 1980年4月18號 軍法處宣判 施明德無期徒刑 赤奪公權終身 黃信介有期徒刑14年 姚家文其餘6人 12年的有期徒刑 赤奪公權10年 美麗島事件 看似造成黨外運動的一度停頓 但在同年底 受難者家屬打出了衛夫出征的口號 參加立委國大選舉 姚家文的妻子周情鈺 張俊宏的妻子曲榮淑 黃信介的弟弟黃天府 紛紛順利高票當選 至於為美麗島大使奔走辯護的律師團 也在隔年加入了從政的行列 1981年11月 蘇貞昌當選省議員 謝長廷及陳水扁 則是當選了台北市議員 在這個階段 我們台灣人要追求什麼 黨籍 報警 戒嚴練 萬一國內 奮鬥了20年 這些目標都完成 歡迎回到節目的現場 美麗島事件發生了當天晚上 十任省議員的林英雄和康寧祥知道高雄發生事情 於是火樹地搭了計程車南下 到了現場 林英雄受邀上海演講 不過他坐在台下 他手一揮他婉拒了 他只是單純地到場關心 結果也被逮捕 而且罪名是唯一死刑犯亂罪 1980年2月28號這一天 警美軍法處首次開庭 林英雄家裡卻遭到了凶神二殺闖入 他的老母親還有一對雙胞胎女兒 慘遭殺害 大女兒林淮君身中六刀 性命垂尾 外界感到不可思議的是 一個叛亂犯的住處外頭 有勤治人員24個小時的嚴密監控 怎麼可能在光天化日之下 神不知鬼不覺地發生了滅門慘案 暗殺之說因此四處蔓延 當年蔣經國下令要限期破案 不過案情始終焦灼 最後成了歷史大懸案 但是兇手是誰 許多人心中早有答案了 這起血案在228這個慘痛的日子 又留下了一道深深的傷口 不要忘記 1947年的228事件 他們要進行屠殺 你們這些人敢這麼造反 所以在選擇228 想要震懾 摧毀台灣人反抗的疫情 高雄思考 他去高雄關心一下 或不然是演講 或不然是改靈 最主要他對林宜宏 拆出佈何秋段就是 林宜宏 有一次美麗島 十字寫的記者會 林宜宏說 國民黨在台灣是判斷團體 林宜宏說政府的 是直接挑戰國民黨的通知的合法性 所以國民黨很擅長林宏這句話 有一個習慣 人家的按電影 他搶著要去開門 我就給那個小朋友講 要回家來的時候 我說人家按電影 不要亂開門 那個林太太給我講 哎呀天媽媽你不用玩樂 他話很少 他說不用玩樂 我們外國24小時 都有人站桿 在給我們保護 1980年2月28號早上 林宜宏的太太方素敏 交代了三個女兒 媽媽出門一下 中午就回家 這一天美麗島事件被告 包括了林宜宏在內 首次在警美軍法處接受審判 沒想到下午臨時要繼續開庭 方素敏趕緊的打電話回家 第二次打電話媽媽媽總是心連心 第二次打電話都沒有人接 所以林太太就很歡樂 中間小姐要是去女兒 和她家去看看 媽媽大家都說沒問題 你不用歡樂 大家都這樣安慰 田秋景當年是林義雄的助理 當她回到了林義雄 位在台北市信義路三段的住處 打開了大門 家裡頭安靜的可怕 小朋友可能是晚淚睡著了吧 田秋景她打開臥室的房門 探頭一看 大女兒幻君趴在地上 公子沒看到林幻君拍在那裡 她就把幻君幻君幻君 她說阿姨不要動 我很痛 她想我奇怪 她不去學校 她又看著她也沒有受傷 她又說幻君幻君 你吃飯了沒有 哎唷 我很痛 你不要動 這樣 手上是說記過了 不然她會在地上 外面都有受傷 你給她看 說手上去摸到心裡 唉唷 冷氣氣 那四塊一點 一點熱熱的 溫溫的都沒有 你嚇一跳 又說幻君你怎麼了 幻君說有小兜進來 拿刀打我 手上去 說阿嬤呢 阿嬤好像在地下室叫我 阿嬤呢 他叫我趕快跑 台北市警報在下午2點45分 接到了報案 刑事局市刑警大隊 以及大安分局刑事組 立刻會同檢察官法醫 趕到現場探驗 看到擠著那個標籤大汗 偶人死 不知道誰死 手上去大門 偶人死不知道誰死 我們老闆 天醫師說 我知道 我知道 阿嬤我把你放下去 就下去地下 就兩個step 三個 那些前住人來說 人死來看有什麼用 現場你不能動 林英雄的母親 林游阿妹女士 身中13刀 倒握在血脖之中 八歲大女兒林煥君身中六刀 生命跡象微弱 緊急送醫 一陣慌亂當中 突然有人想起來 林義雄還有一對雙胞胎女兒 不見蹤 反正說是用綁標 怎麼辦 林醫師哪有情緒 把這兩個人數回來 看到那個時候的警署長 我告訴你 請你趕快找那兩個孩子出來 他說我們全台北市都找遍 一直拖到了傍晚才在地下室 找到了這一對雙胞胎姐妹 亮君和婷君 兩個小女孩蜷縮在角落 鮮血還在秘密的內 那兩鍋子要抱起來 一針插進去 這樣經過幾點段五點鐘有了 抱起來 那些血 托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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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發還有糖果 還有寒要糖果 林一雄家中发生了灭门血案 震惊社会 当天晚上基于人道考量 林一雄被裁定准与交保 林一雄在踏出看守所那一刻 还不知道家里头出了事 她以为是法官让她到医院去检查身体 她的脸上带着笑容 心里想着也许有机会 可以抱抱三个可爱的女人 到了医院 很多朋友都来看她 气氛有点滚 隔天林一雄拖着疲软的身体 到了殡仪馆 见到了老母亲和双胞胎女儿的遗体 痛苦欲生 整个人完全崩溃 那两个娃娃 两个小小的头 并排在一起 阿嬷躺这里 那两个娃娃这里 就看到林一雄在那边 头去装那个铁柜冰箱 那个是三十年纪 那个冰箱一直跟她 装头 你说咖匠咖匠 你等我 那不仅是让一个老阿嬷 带着两个那么小的孩子 走着一条黄泉路 她不是病死 你知道吗 八岁的林焕军躲过了撒旦的魔手 她是林宅喜安唯一的幸存活动 也是唯一见过凶手身影的破案集图 看到一个那个好像情知单位的人 就在门口讲啊 说小妹妹小妹妹 那个叔叔 他没说坏人哦 你就知道为什么 那个人我们的人会说坏人 他说那个叔叔你有没有看过 反正说没有 他说那个人是不是来修理冰箱的 他说不是 那声音都很小声 他说是不是点灯的 什么都不是啦 当时台北城看似奇景四处 即使翻天覆地 也要揪出凶手的侦办态势 他们不是米在桌 所以他们的报纸案就没交到这边的房子 这边的房子有点满烈 他们知道外面有米在桌的前面 这个就被盯管嘛 我就发米在桌 你不认为他们家的台师 他们老婆的台师 他们两个小孩的台师 他们的小孩的家长相 他怎么发 我都不知道 他一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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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国防 一磅一磅都会对米在桌 我当着这边刮 我会给你一磅 当时警方研判 歹徒在中午翻墙进入林宅 至少逗留了80分钟 现场的门窗没有遭到破坏 也没有激烈挣扎打斗的痕迹 加上财务也没有短靴 受害者又是老弱妇孕凶凶的动机 几乎完全指向了警告性的恐吓欲谋杀人 吊诡的是 当时林英雄因为叛乱罪被捕入狱 林宅的周遭部署特务人员 全天候24小时监控 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 还会发生激进抄家的灭门惨难 警方当年组成了波云专案小组 讽刺的是案情始终无法拨云见语 医生说连一个那个肋骨都没有切断 都按在旁边滚下去 你才看 那不是资云的杀手有那么厉害吗 希望更小 我认为人家这个案子都不是普通手 都不是外行去从内行 那不简单 每年到了228这一天 林英雄在追思会上 总是抿着嘴 静静地聆听时刻 若有所思 他的医生受尽了苦难和折磨 甚至连挚爱的亲人都得陪葬 这是追求民主 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吗 所以林英雄讲了 我们老人也说 万有座 我 林你找我吗 他怎么去找那个 笑没有 白家一张的一个阿嬷 还有一个东西南北 都分不清楚的那个娃娃 六岁 七岁 五岁 十岁 他们两个是二月二日生日 只有十五岁几天而已 你这样给他也留着 林幻君曾经这样子描述自己的父亲 当年写案发生之后 有人说林英雄可能就此远离政坛 不问世事 也有人说林英雄将以复仇者之先 掀起了一阵腥风邪雨 但林英雄都没有 他不曾退却 他默默地继续勇往直前 即使谈到了邪案的凶手 林英雄他没有诅咒 只有宽恕 你为了参加这个政治 发生这个事情 你会不会很后悔 林英雄我绝对不好悔 可是很伤心 很伤心 不知道说在台湾要做一个民主运动 就连老夫跟小孩都会让台湿 人生无常 今日在此 明天一圆去 痛苦留给自己 把快乐带给社会上其他的我们关心的同胞 我们死期的亲人 他的死才会更有意义 林英雄的宽恕感染他周遭的人 曾经林幻君也想复仇 但因为身躯中留着父母亲 慈怀柔常的喜意 他心中的恨 心中的惩 被化解 美丽岛事件推动了台湾民主巨人前进 三十年后 当年美丽岛的世代 所谓的党外人士及律师团 不少人现在都是台湾政坛上 闪耀的政治明星了 但其中也许有些人因为里面不同 分道养彪了 但愿当年坚持理想 那一股真诚的共同价值 不会淹没在政治权末的算计中 珍惜我们现在拥有民主和自由 感谢您的收看 我说明下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